两地副省长同天被处理陕西虎背后官场崩塌内情不寻常祖图 看中国记者林中宇综合报道 11月28日中国检方处理两名省部级高官分别为贵州副省长扑波 陕西副省长冯新柱其中冯新柱案不但与最近秦岭为间别墅案 扯下一批当地官员相呼应 作为习近平老家以及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主政的 现实陕西官场崩塌已有更深的官场清洗内情两户同天被处理 陕西正当秦岭为间别墅案发中国最高检察院 28日发布消息称 贵州副省长扑波涉嫌受会议案由国家宣察为调查中结一送检方起诉 目前扑波已被逮捕 扑波在今年5月4日被中纪委宣布落马5月31日扑波的副省长职务 被免续现年55岁的扑波是四川人 曾在四川担任过省委组织部产务副部长 德阳市委书记今年1月才调任贵州省副省长扑波网络图片 另据浙江检方消息陕西副省长冯新柱涉嫌受会议案 已由浙江省监察委调查中结移送浙江杭州检方起诉 杭州检方指控冯新柱在担任陕西八大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同川市政府副市长 代市长 市长中共同川市委书记陕西省政府副省长 杨玲农业高薪技术产业 示范区管委会主任等职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受会罪 追究冯新柱行事责任 冯新柱网络图片 冯新柱是在2018年1月3日落马的事 2020年18年中共第一虎现年58岁的冯新柱 是陕西本土官员 历任同川市副市长 市委书记2015年任陕西省副省长 今年3月31日 冯新柱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 中纪委通报冯新柱消息应付中共扶贫决策部署 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巨额贿赂赂等 从冯新柱落马之后其陕西官场急不平静 因秦岭为建别墅暗陕西西安官场发生大地震 包括上官吉庆 前颖安 成群立 魏旭峰等一批高官军已受到惩处 而去年5月 落马的原中共陕西省委常委 西安市委书记魏明州也先设秦岭北路 为建别墅问题 他在本月20日被判无期徒刑陕西官场崩塌 或有更深内情 值得注意的 是陕西是习近平老家 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本身就是西埃人 并曾于2007年至2012年主政陕西 2018年首虎冯新柱本身就是赵自己的救部 习近平习惯陕西负贫自习近平上台后 该地被官方宣传吹捧梁家河延安等 也成为官员区之若鹜的参观的不过 像中共其他地方官场一样 该省各派势力交错 也是腐败高发区域近20年间 主政陕西的包括李锐还钱秘书 现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接任 这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赵乐际赵乐际之后的省委书记是赵正永 楼勤俭现任陕西省委书记是胡和平 另外习近平头号亲信 现任中共常委栗战书是图伊丽京陕西栗战书 1998年7月从河北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 2000年11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2002年11月 任中共新安市委书记 同年4月 兼任新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同年5月晋升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西安市委书记一直到2003年12月调离属团派的袁纯青 曾任陕西省委副书记 2014年已经在山西省委书记位子上被贬 最近退休曾任陕西省长的还有江派背景的陈德明 近年已被指有落马可能的是2016年3月 现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赵正永 2016年3月底他卸任陕西省委书记 后4月转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年利润高达27亿元著作力和王登记 已先后被查 2016年赵正永又被陕西 于林商人照发其实名举报指照卷入一宗 涉及15亿元的掏空巨额国有 资产大按照还被指 与原最高法院副院长西小明联手干预司法 抢夺市值高达数百亿的探矿权外界预计照此趋势 陕西官场还将迎来一轮挖出老老虎的大地震